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凯西 是立即王太后有许多的珠宝,年轻时候出访他国,能够一天戴一顶不同的皇冠 在珠宝这一点上还真没输给过任何人 有小伙伴疑问,泰国不是发达国家,怎么泰王室却是王室前几名 实际上有钱的王室都是握有实权的,掌握经济命脉 比如文莱王室,比如迪拜王室等等 施利级的珠宝虽然多,但是却不借给晚辈使用 但是王室中的成员因为富有生活都过得较为奢侈 泰国国王更是常年住在德国四星级酒店,包下一层 在王室中唯一走节约路线的只有施林通公主 他也是王室中最像普密鹏国王的 很少能够看到施林通公主在意自己外表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素颜朝天 年轻时候跟随父亲上山下乡,更是穿着朴素 但是这一份清明的行为反而获得了无数民众的好感 施林通仅有的几次打扮亮相都是在重大场合上 比如他被册封为女王储的时候 就使用了母亲腰带上的宝石,拆下来作为胸针 但是若要说戴皇冠,施林通这一生也就公开戴过一次 那是施林通只有17岁的时候 施利吉因为整容的缘故,脸部已经看起来有些奇怪 但是优雅老去的英国女王穿着清新波点蓝来到泰国 跟随其后的有她的丈夫和女儿安妮 在这期间,罕见看到了施林通公主佩戴皇冠的模样 施利吉对自己珠宝看守得十分严密 就算是亲生女儿也没能用得上几次 更别说现在不亲近的苏提达王后了 在苏提达被册封的时候,曾有媒体猜测 这些珠宝会重见天日 但是事实却是令人失望的 一代王后在册封仪式上紧在头上顶了两朵塑料花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一项朴素至极的施林通公主 在穿上粉色的泰式宫廷服饰之后 搭配闪耀的皇冠 这气质不输英国女王 但是这却是施林通公主人生中罕见的高调了 此后继续走她的朴素路线 施林通由于皮肤不耐瘦,不能化妆 皮肤衰老的速度远远超过同龄人 在这个王室的国王肆意生活的时候 施林通穿着破洞的裙子出席公务 当苏提达王后在瑞士居住一晚军价2000以上的酒店时 施林通没有任何的珠宝 手上也只是戴着一些塑料环 在施林通的身上很难找到女性爱美的特点 穿华丽的服饰 还是朴素的着装 对于她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 她一心将操劳王室 满头银丝 还因为过度劳累进过医院 她将父亲发展壮大的江山维持下来 付出了心血却没有得到王位 在疫情期间 出席公务最频繁的也是她 原本还有宋飞和朱拉鹏公主 帮助分担王室公务 但是如今 宋飞已经瘫痪到表情无法自我控制 朱拉鹏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这一切又压在了她的身上 压力大更显老 施林通的这一生真不容易 但是却值得称赞 虽然一生没有几次靓丽出行的时刻 但是她的魅力却始终硬刻在泰国民众的心中 接下来是 施林通公主野顽皮 躲在门后偷拍演讲父王 被发现后露出调皮笑容 泰国的普密彭老国王是个可圈可点的人物 70年的君主生涯 使他成为执政时间最长的国王 一生只爱一人 纵然被妻子背叛也不改初心 使他成为最痴情男人 不仅如此 他还把泰王室变成最好最有权王室 使他的儿子一登基 就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君主 普密彭国王一生亲民和专情 但在他执政的70年里 他的夫人和儿女身上都发生着很多传奇 而又混乱的故事 极其了出轨 家暴 小三 以及裸照剧情 精彩程度秒杀狗血电视剧 施林通公主宛如王室里的一股清流 和父亲一样正直又亲民 没有半点狗血故事 他的出现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公主的看法 家中排行老三的施林通公主 一点公主模样都没有 素面朝天的她 脸上经常挂着两朵高原红 一头清汤挂面式的短发 看上去像极了我国八十年代居委会主任 很难想象她是泰国的女王储 这位公主不仅装扮很接地气 私下里也是一位风趣搞怪的人 尤其是在老爸面前讨好卖乖的发点模样 让人看了好生羡慕 施林通公主是老爸最器重最疼爱的女儿 也是爸爸的开心果和乖乖女 虽然六十四岁高龄 却有一颗少女般的童心 很多时候都是一副喜笑颜开的笑模样 她无邪的笑容 感染温暖着身边的人 人称天使公主 跟父王在一起时 更像是长不大的小女孩 趴在父亲膝下撒娇发嗲 和普通人家的女儿没两样 尤其那张卖萌傻笑的脸 更像个天真纯情的小女孩 施林通公主和老爸的感情非常好 和老爸在一起也非常放松 甚至还露出调皮的本性来 在父亲登基六十周年的庆典上 父亲正在聚精会神演讲 只见他悄悄地拿出相机 躲在门口偷拍老爸 国王发现了女儿偷拍行为 脸上露出了制止的表情 施林通公主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一样 娃娃脸上露出可爱的笑容 看完让人忍俊不禁 一个年过半百的公主 还有这样的童心 真是难得 施林通公主不仅在父亲面前讨好卖乖 私下也是一位充满喜感的公主 无论是和姐妹还是晚辈在一起 都很快乐 脸上的笑容是那样的纯粹 让人毫无戒备之心 与世无争的她 虽一生未婚无子嗣 但她活得很快乐和舒心 外出时和路人一样 也会拿起相机拍照 也会摆一些搞怪pose 毫无公主架子 一娘养九种 九种不像娘 这话一点也不假 公主也是素颜到家了 甚至连眉毛都懒得画一下 和八十岁还打扮得非常精致的母亲无法比 但一点也不伤母女情深 虽然母亲非常偏心 但公主对母亲还是非常孝顺的 照片中的母女两人 同穿中国红服装 手牵手宛如亲姐妹一样 亲你又喜庆 多年前 由于父亲的明智之举 使施林通公主和哥哥马哈这一对亲兄妹 一下子走到了队里面 狭隘的哥哥没少对他下狠手 但大度的公主不计前嫌 在哥哥如愿坐上王位后 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经常替他出席王室活动 为了马哈时事的繁荣昌盛 真是操碎了心 无怨无悔当起了王室劳模 无论施林通公主有多么能干 他在父亲眼中永远是孩子 而在公主心中也充满对父亲的景仰 可惜这段妇女情再也无法序言了 最后是 68岁泰王硬要面子 走路腿软 差点摔倒 吓坏众人 却执意染发 装年轻 马哈瓦吉拉龙宫出生于1952年7月28日 即将迎来他68岁生日 泰国为了庆祝他的大寿 发行了一组邮票 来增加众人对国王的爱戴和认同 同样的手段不丹王室也用过 不丹国王夫妇结婚时 发行了一组结婚邮票 邮票标面值为石泰珠 这张照片的服装 来自去年5月份登基时刻的装束 也是马哈最具代表的光辉时刻 这张照片由于拍摄的时间较早 如今马哈早已将头发从灰白色染成了黑色 丝毫不想表达自己已经老去的事实 毕竟作为实权君主贪恋权势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古时候 我国也有不少君主为了一直享受权位 而寻求长生不老药 而去年的石泰珠的金箔纪念邮票 将这位68岁的老人直接返老还童 到了28岁的时候 威风霸气 这种夸张的批图方式 已经在泰国王室出现许多次 去年苏提达官方照片被发布时 批的五官都快磨平了 站在太阳底下连影子都没有 这技术确实得改进呀 至少不能一眼就看出是造假的 真正想要在民众间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光靠这些宣传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马哈付出真实的举动 比如普密鹏能够获得民众的喜爱 是因为他确实带领泰国人民迈入了更好的生活 并且提高了学生的校园生活水准 而提起现任石世皇 众人只会想到他那复杂的情史 和现在还养在德国酒店的二十多位美人 但是在泰国的建设中 人们想起的泰国王室成员有帕公主 有宋飞 有施林通 甚至庞治公主 却独独没有他 马哈国王丝毫不愿意显示出来自己的老态 还染了头发 为了使自己的形象更是年轻化 但是人们在老去的时候 不仅仅颜值的变化 而是内在 身体的机能已经远远比不上年轻人 马哈所能改变的只是外在罢了 就算将头发染黑 将涂披得无比年轻 但是依旧掩盖不了他老去的事实 而如今他的年龄越来越大 不管他如何掩盖 众人都开始担忧王室的下一任继承者 就算顶着年轻的表象 在出席公务的时候 已经到了没有人搀扶 就很容易摔倒的程度 一次走红毯的时候没有站稳 吓坏了周围的侍卫 撑伞的侍卫 差点把伞都给甩出去了 要知道 如今泰王在此事摔倒受伤 在场的人都有责任 泰王沉迷于批图使自己年轻 最终欺骗的只是自己罢了 他的举动和姿态都暴露了他的年龄 不过能够有这么多后宫嫔妃 倒是和他的年龄有些不符 与其在这里染发披图 装成年轻小伙 不如为民众做一些真正有帮助的事情 让自己的形象 永远以最鹦鹉的一面留在历史上